尊敬的诸位法师 诸位大德同修 大家吉祥阿弥陀佛 我们先一起念《开经》记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词 愿解如来真实意 佛说大成无量寿 庄严清净平等绝经 第六品四十八愿 老和尚讲记 我们翻到二百一十七页 我们先将这一段经文念一遍 我作佛食 生我国者 所需饮食 衣服 种种共聚 随意及至 无不满怨 十方诸佛 应念受其供养 若不尔者 不取正觉 这一段文包括第三十七愿 三十八两愿 三十七是衣食自治愿 特别在说佛世界 无论古今中外 我们都感觉到 生活相当的辛苦 我们说柴米油盐 酱醋茶 都要为生活奔波 佛法里面 也是常说到 法轮未转 食轮先 吃不上饭 要修行 不容易 辱家也是强调了 你要衣食足啊 才好学礼 礼义 这些教育 生安才能道容 吃不好 穿不暖 他心要安下来修行了 不容易了 所以如果生活不安定 对于修行会有很大的障碍 凡夫啊 毕竟是凡夫 如果明天没得吃 要是说情绪心理毫不受影响 那是相当有功夫的人 普通人绝对做不到 鲁家也是这么讲 无恒产和有恒心者 他没有财产 但是他那个向道之心 利益苍生的心 都不会改变 为事为能 那是真正把圣贤书读进去的人 才做得到 我们在课程当中 也多次跟大家谈到一个重点 叫教人以善 物过高 不能高标准要求人 没得吃也要向道 那个可以要求自己 忠树存心 你看 眼以律起 宽以待人 这个有一个片子 叫商道 当然不是介绍大家去追剧 因为在戏剧当中 有几个片子很好 我们有截录精华 看精华就好了 还有一个片子叫医道 这个片名 这个片名取得很好 这个道字 点出了我们现在各行各业 最需要的 在哪里了 不只是各行各业 可以说各个角色 最需要的 就是要回到道上来了 当父母有没有父母之道 当老师有师道 那个商业界要有商道 医学界要有医道 大家想象一下 一个医生没有道德 你敢给他看吗 一个老师没有道德 你的孩子敢给他教吗 那假如当父母的 不知道怎么当父母 那他就很难把孩子教好了 可是人不学又不知道 得要透过学习 就像我们 有因缘 到团体 到团场服务 那这个是 团体里面的关系 家庭里面有 夫妇 父子 兄弟 延伸到团体 那是 君臣关系 朋友关系 那假如我们现在 在团体里面当领导 那假如人家问我们 怎么当领导 我们能答得上来吗 那假如答不上来 那我们每天在干什么 我们依什么标准 在做领导 这是要认真对待的问题 不能说我发心就好了 发心是很重要 但是你不懂得怎么扮演这个角色 要学 其实真正发心的人 会不会去学 他假如发了心不去学 那是嘴巴所说的 那是激动的 那不理智 佛法叫我们不能偏 那什么时候会偏 一激动了就会偏 不理智 偏在一边 经典是理智的 所以我们不能意气用事 不能感情用事 这个习惯很强 所以我们修学 随顺圣贤佛菩萨教会 其实就是要随顺经典 圣贤佛菩萨教会在哪 在经典里面 不随顺自己 烦恼 喜气 那孟子 有说了 图善不足以为政 你只有善心 你没有办法把政治办好 大家不要一想到政治 马上脑子里就是 当国家干部才是政治 管理众人之事 就是政治 那你当父母的人 你家里有没有三口人以上 那你就要为政 所以义经有一卦 叫家人卦 义经里面提到 家人有颜君焉 父母之未也 家庭里面有颜君 这个君是谁 当父母的人 所以老儿上有一个专题 叫做之君 做之亲 做之师 代表 代表 要把一个角色扮演好 这三个精神都要有 比方说当父母的人 你都不做之君 不以身作则 不大功无私 你很难把小孩叫好 比方说你有两三个孩子 你比较偏心哪个孩子 叫不好 小孩的心里面 爸爸妈妈偏心 被你偏爱的 他会傲慢 被你比较忽视的 他会自卑 甚至会有反社会情绪 他觉得父母偏心 他怨激着 到学校去 又觉得老师不公平 激激激 激到某种程度 爆发出来了 就有可能有反社会情绪 我们现在看到 大的孩子 甚至成年人 一些行为 怎么这么奇怪 无法想象 有果必有因 所以家庭是社会的细胞 这个社会能不能好 细胞决定 所以成家的人 很有责任 当然我不是推脱责任 我们出家的人也很有责任 我们出家是要带佛说法 要把正法能够介绍给广大的群众 但成家就很有责任 把家治好 把下一代教好 所以在礼仪当中 婚礼是最隆重的 最繁琐的 然后也是很慎重对待 祭拜天地祖先 代表这一件事 攸关社会的安定 因为很隆重 就是告诉我们 一生最好一次就好了 所以 你当父母也要 把这个军 这个领导的角色 要扮演好 那你当父母的 也不是圣贤人 也还在学习 那当孩子提的意见 有道理 我们当父母要不要接受 你们没什么反应 这个问题还要思考这么久 还是要纳贱 所以这个老和尚 他都应激说法 为什么会讲这个主题 当然这个主题 我相信大家都看过了 可是我们有没有重视它 有没有实践 随时在我当父母的时候 我在观察 我的心 我的言行 有没有符合 君亲师的精神 我们不能懂道理 懂一堆 然后都没有用出来 这样我们看看 家里的人 会很认同我们 学传统文化 会佩服我们 而且对我们自己来讲 听了很多 你说做了哪一句 想半天好像没有 那传统文化会带给我们傲慢 不立行 不立行 但学文 长浮华 成何人 所以解行相应 是修学的重点 感觉我们这一两代人 感觉我们这一两代人的修学 这个偏 这个偏比较普遍 就是偏在解 没有行 所以我几乎很少遇到 一个人学佛 结果家里的人都接受 都支持他 慢慢的也都进来学 这样的家庭不是太多 所以这个偏的现象 我们得要慎重对待 为什么老和尚说要扎根 因为我们一接触佛法 就是大臣佛法 大臣佛法 用敬业三福来讲 那是第三福 它前面还有 仁天第一福 效仰父母 奉仕师长 慈心不杀 修食善业 第二是小臣 受持三规 聚足重戒 不犯威夷 我们思考一下 不孝敬父母老师的人 能发佛地心吗 佛地心是第三福了 发佛地心 身性因果 独送大臣 劝尽行者 那不犯威夷 你看第二福 你要给众生做好样子 那我们今天在家里面 面对晚辈 我们都 夫妻 甚至当爷爷奶奶 都在孙子面前吵架 你说我是修大臣的 我有发佛地心 你相信吗 不能学高了 要很踏实 你看老阿上说 这个在古代 所有当长辈的人 都有一个共识 不能给晚辈不好的影响 要朝关起门来 不要被他们听到了 看到了 我们忍不住脾气 就做不到了 老阿上这些话 重复了很多遍 我们现在 还有没有在晚辈面前 争吵 假如还有 那我们得不自欺 我们连基本做长辈的态度 都不足 怎么行菩萨道 要扎根 老阿上就是遇到了 当父母的 觉得孩子不听话 老师觉得学生不好教 做领导的 觉得下属不好带 听了很多 老阿上就 讲了这个专题 要君亲师三个精神 都掌握住 才能把 这三个角色 扮演的圆满 你只有当父母亲 你爱护孩子 可是你没有以身作则 君 没有大功无私 包含孩子出现一些问题 你没有抓住机会教育点 引导他 那还是教不好 自己的孩子 你是当老师 做知识 可是你还是没有 以身作则君 你没有把学生 当自己孩子一样 爱护 你没有做知青 没有做知青 孩子要信任老师 也不容易 没有信任 你怎么交代 而我们看 这个五轮当中 君 人 陈中 领导者要仁慈 父 慈 子 孝 这个都是在每一个轮场 角色 很重要的精神 我们 我们有没有慈爱 孩子 真的慈爱 在他成长最关键的这些年 一定要好好陪伴他 他最需要的时候 你跑去赚钱 那是自己的骨肉 孝经说 不爱其轻 而爱他人者 为之备得 最轻 父母轻 自己的骨肉 你都狠心 撇得下 错过了 他最重要的教育时期 那这个 就不是慈了 那君仁 陈中 君要仁慈 下属会敬忠 我们刚刚说到的 那你当领导 总不能你 吃香的喝辣的 然后底下的人 在那里借钱 用信用卡在那倒来倒去的 你都没有关注到他的生活 那你说 底下的人会 对你很敬忠 你这团体 相信力会很强 那不可能 我们在大陆有一个 这个公务员的榜样 焦玉露先生 你看他任劳任怨 四十多岁就累死了 结果你看 现在南考县 本来是一个 封杀很严重 很贫瘠的地方 经过他治理之后 现在发展得很好 前人重树 后人成良 这表现他是人 刚刚跟大家说到这个商道 我们精华版里面 这个是真实的故事 一到商道都是一真实人物 改编的 而这个商道里面 那个洪德珠先生 他是弯商 事业做得很大 可是呢 刚好他遇到了 人家一定要他行贿 他生意才做得成 他坚持住了 而他做了什么动作 他把自己的家产 变卖 分给他底下的人 让他们都有资本 可以做小生意 自己的妻女 住的地方都没有 他是先考虑底下的人 你看中树 你要严以律己 宽以待人 好像是住的地方不好 不是没有住的地方 后来 这个戏剧里面的主角 临上卧 他后来发迹起来了 要把自己本来的 老板的妻女 接到好的地方去 洪德珠的女儿 很有志气 他说我们可以智力更深 所以我们看这些真正在人类历史当中 有成就的领导者 他是严以律己 宽以宽以待人 这个我们要体现在我们的团体里面 所以家也是个团体 企业 道场都是团体 都要把君臣关系经营好 把底下的人照顾好 他们才能安心为大众服务 所以这一段 我们教人与善务过高 如果明天没得吃 要是说 情绪心理毫不受影响 那是相当有功夫的人 普通人决定做不到 不能以高标准要求别人 以低标准要求自己 这人家不会服气的 当然讲到这里 我们要严格要求自己 我就想起 老婆上有一段法语 一天没饭吃 念一天佛 两天没饭吃 念两天佛 假如一个礼拜没饭吃 那就往生极的世界了 我印象中初学佛的时候 我感觉老婆上运用 这个礼记学纪里面 这些教学的理念 运用的如火存清 比方说我们常说的 静于未发之未预防法 当其可之未始 这叫即时教育法 你看老和尚跟人家打招呼 人家问你是哪里人 老和尚我是地球人 我们是同乡 你看对方一听 终身难忘 老和尚这么幽默 同时受教育 现在地球是春 地球春 互相相关 心量大一点 不能分智分他 分你分我 金刚经教我们 不要有我相人相 都在分别执着 众生相受者相 离一切相才有般若 才能到彼岸 一着相 就是搞六道轮回 好 所以心量扩大 不要分别执着 这个当即可 不止那个 跟老上新认识的朋友 受教育 我们这些弟子在旁边也受教育 不灵结而失之 这位训 就是循序见经 不要压苗助长 所以老和尚今天教我们 要榨三根 这样循序提升自己 相关而善这位谋 老和尚常常会举 海贤老和尚做榜样 让我们观摩他 效法他 刘淑云老师 甚至于念佛 大家都要重视这些 老和尚举的例子 比方说谈到念佛 怎么个念法 学锅肉酱 举这个例子 很有味道 代表现代的人 最好这么念 比较妥当 念累了就休息 休息好了就再念 我也遇到一些同修 念佛不睡觉 几天不睡觉 确实是蛮精进的 开始出现一些幻象 这个修行路上会有很多境界 还是要记住善知识的指导 你包含打坐 你最好有 这个修打坐修的 很正确 功夫很深的人指导 不然到时候有哪些气动 哪些影像 你一着可能就陷进去了 所以好像佛门有个规定 打坐的地方最好都要挂任言咒 这天魔 其他空间的这些众生很多 有很多人偏邪了 因为被这些众生一干扰 我还以为自己很厉害 有神通了 就跟鬼打交道去了 佛菩萨不与神通度众生 出现这些 好像比较特异的能力 你一着了 一喜欢神通 可能就偏掉了 我们还是老实念佛 比较稳妥 不要去求神通 那老上举这个 过路酱 就是希望我们照这样去修 有些人性格就比较极端 他就要用 这个很猛的方法来修行 还是要适中 忠道回好 我遇过 同修 好 我就念道往生 几天不喝水 不吃饭 后来 旁边的人担心了 写信 请教老和尚 这样好不好 老和尚说不好 停下来 结果他继续做 我现在感觉 能听老实话的人都不是太多 哇 那个执着性一起来 谁也拦不住他 如入无人之境 我们就不说别人了 你说我们真的遇到境界的时候 老和尚的一句教诲提得起来吗 所以我们看这个例子 拉回来 真的孝清尊师摆第一位了 那父母的叮铃 老师的教诲是最先人起来的了 所以经历这些事件 对自己也很有启示 我又没有或多或少 像他一样那么固执 真的继续念 最后呢 当地政府制止他 大家再冷静想一想 最后他走了 谁能证明他是饿死的 还是往生极乐世界 那流弊就来了 你看连当地政府都关注 我们别干这些极端的事 造成上层的误会 你看老人家不是这么教的 我们这些弟子都让 老儿让背黑锅了 我们不能干这种 让父母老师领导背黑锅的事 这样怎么去做佛 做人的基础都没了 结果这一个同修 后来想到了 一个人能几天不吃饭 你说他的身体素质好不好 够好的吧 这一次下来 大不如前 所以佛法就是中庸 中道 儒家的中庸 不要走极端 你说以前有精进佛期 七天不睡觉 精进念佛 那是以前人的根性啊 李秉兰老师 到了台湾 曾经主持过一次 精进佛期 后来确实有一个人 出了点状况 那李老师有功夫的 他后来花了一些时间呢 把他调正常了 后来就不敢再办精进佛期了 所以已经洞察到众生的根性 没有像以前这样 这个都是这些善知识的关机 我们都要去体会 老师为什么常用 锅肉酱来给我们效法 这个都是相关而善 那刚刚讲的这个教学吧 第一个是 静于未发 是为预防法 你看李老用得很好 李老说来 跟老和尚说 你讲的不好还好 你讲的好 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 后来真的住的地方没有 老师已经讲过了 老师已经讲过了 那老阿上说了 一天没饭吃念一天佛 两天没饭吃念两天佛 七天没饭吃就往生极了世界了 听了这一段话不怕没饭吃了 这个都给我们心理的建设 当然我们还是守住中树之道 言以律己 宽以待人 那讲到这里 我们也要念护法恩 这个护法 照顾弘法的人的生活 弘法的人 专心自治 条件允许的话 红户最好是分开 大家听我讲话 不能只听一半 条件允许 这句话不能帮我delete掉 不能删掉 你的团体条件还不允许 然后这个领导在安排工作了 然后你把我抬出来了 承德法师说 那我就跳到黄河都洗不清了 就像承德自己是 有教学又有行政工作 但是底下的人 假如条件允许 我也是希望他们 红户分开 因为专注做 事情更容易深入 所以我也跟大家说 条件允许的话 承德就要放下手机 让身边的人去处理就好了 那我才能更好专注 深入精湛 不然大家一听 这个承德法师怎么讲 就是那几句 就是那几个故事 了无新意 那这个本来这些大众跟我都有缘了 你看我自己都没成长 算了算了不听了 那我就没有礼敬他对我的缘分了 人生总有取舍 都还是要从大局去考虑 不能感情用事 意气用事 也不能因为习惯了 而不做调整 像这个最近中医师跟我说了 说我是长期气血耗损太厉害 就好像一个机器 工作 长期工作都没怎么停下来 一下子有点停不下来 都有一个惯性 所以修行是修正行为 请问这个身体有没有在给我们说法 主人你哪里做的不妥当 比方说今天胃疼 这个胃有没有在给我们说法 这胃疼的人往往吃饭都比较快 咬没几口就吞下去了 所以本来在嘴里面 这个消化液 这个口水就有消化功能 你都不敬这里的本分 通通推给味了 自爱才能爱人 我们学传统话 从孝道下手 孝道又从哪一句下手 身体法夫 受之父母 不敢毁伤 孝之死也 因为刚好来参加七天汉学营 跟这些年轻人交流 结果这个摄影棚的电视特别大 所以我看你们看得很清楚 你们都没打瞌睡 结果这个坐上来 首先看到自己 因为那个荧幕 一开始打出来就是我的像 我一看 哎呦怎么瘦这么多 今天看得比较明显 这几天得多吃一点 不然不敢给我暑假的老菩萨打电话 不能一看 哎呦你这几天怎么瘦这么多 这个是很惭愧的地方 所以这个古人还是说细水长流 留得青山寨 不怕没柴烧 而且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修行的本钱所在 借假修真 我们可不能学了佛了 反而 透支这个身体 这个又是有所执着了 佛法就是教我们别执着 你不要贪爱这个身体 也不能糟蹋这个身体 这个才是中道 所以还是要把身体照顾好 不然就像我接触到一些大众 看到我 那时候还没出家 他说 蔡老师 怎么跟着你的人都这么瘦 你看人家有点害怕了 到时候 真的 怎么跟着你的人都吃不饱 那你说人家还敢跟着我 所以这些部分都要考虑到 所以户法是事业的成就的根本 有好的户法 红法的人可以发挥 就像我也负责单位 那我也是户法 也得要照顾好团队的人 那户法是事业的根本 本尊是成就的根本 念阿弥陀佛 就成阿弥陀佛 待会还有加持的根本 就是你依止的老师 好 那我们再看 老师上提到 佛陀在世的时候 生活方式是启实 当时在家的信徒 社会大众 对于出家修行人都非常尊敬 知道供养 这个是在印度 印度是宗教之国 都是在走卸托的路 欲望就要淡 欲望太强了 欲令自迷 利令自昏 所以这个修道人都是视线 安平乐道 用启实的方法 那虽然如此 还有托不到饭的时候 托空波回来的 这是从前的生活方式 当然佛门 一波千家饭 虽然没有托到 其他师兄弟有托到 大家一起吃 那弘法的团队 也要继续沉传 这个僧团的精神 大家互相照顾 修六合径 利和同君 我用比较简单的话 我用比较简单的话 利和同君 有难同当 这个有福同享 得要看情况 这个也不能太享福 就是生活 够用就好了 好 这个精神还是要沉传下去 因为是法眷属 我们一般家庭是血缘的眷属 血缘关系 但是在道场 大家是以法相交 而且 法眷属一般不是一生一世的缘 一般眷属可能 这一世是眷属 下一世不一定 法眷有可能 过去生就是一起修行 这一生 因缘又聚在一起了 就像那个永明 这个绝明妙行菩萨 他前世十二个同修 又聚在一起 他从极乐世界来给他们说法 后来集成书 这个西方阙子 这本书 就是绝明妙行菩萨 开示的 里面有很多句子 大家很熟悉 不怀疑 不间断 不夹杂 就是他老人家教的 少说一句话 多念一身佛 打得念头死 虚如法身活 一念相应就一念佛 所以这个 你看这个法眷 原句组了 珍惜这个缘 度脱这些法眷 那佛教传到中国来 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跟印度不相同 中国人把起实看得很低 很贱 尤其是中国的帝王 他是派遣特使到印度 西域 西域应该就是现在的新疆一带 离请法师到中国来弘法 那是请老师过来 怎么能让法师到外面脱波起实 所以在中国习惯上 这是决定行不通的 那我们看高僧怎么表演 高僧有没有 我们在印度都是这样 我们要坚持 那你一坚持 那这个皇帝不就难过了 百姓就难过了 菩萨所在之处 让一切众生生欢喜心安 恒顺众生 本土化 这个地方的风俗习惯是怎么样 随顺众生的分别而分别 随顺众生的执着而执着 这起心里不执着 没有说我一定要起实 一定要用什么方式 我们的心里有没有常常 我一定要怎么样 我一定要怎么样 那时候要反观 是不是这个执着镜又上来了 那你普贤行不好修了 老阿上都是横顺众生 随喜功的 这个我们要看懂祖师在表演什么 我们才学得到他们的东西 所以本土化 还有现态化 你不能跟现代社会脱节 人家觉得你很怪 所以这个老和尚表演的淋漓尽致 你看老和尚 可以算是最早用网路红法的 一代高僧 法缘殊胜 好 老和尚法缘殊胜 还要我们弟子好好配合 我们好好为人演说 配合老和尚度众生 比方说 他刚好有机会 听了老和尚一两堂课 知道你跟老和尚学三年五年了 结果一看 你很清静 你很柔软 他都向你请教了 理论上跟着老和尚学 怎么落实 你可以护持他 带动他 有老师教得清楚 也要有教练 现在一般的人 你让他理听了就能落实在世上 也不是太多 都要有我们这些真正把老和尚的教诲 落实的 你有心得 有深的体会 所以你就好去护念别人 我们不可能学着自己烦恼重生 还想跑去护别人 自己不能度 而能度人 无有是处 所以 辱家这个赤地也很重要 要先提升自己 格志成正都是自己的内功 之后才是修其治平 好 所以 哪有帝王的老师 上街去要饭 皇帝不被人骂死 所以佛教传到中国之后 这一种制度就废除了 法师们接受国家的供养 由当时帝王大臣们供养 以后佛教正式传入中国 而且在中国发扬光大 多数的道场都是国家建立的 也有一部分是大副长者们奉献的 所以士愿都有士禅 这个士愿的士 大家注意 道教叫庙 佛家叫士 这个常识大家要有 为什么叫士呢 皇帝直接管辖的单位称士 比方说外交部叫鸿儒士 所以大家懂历史 以前儒家是礼部尚书 教育部长推的 佛教皇帝直接抓 所以叫士 这从东汉明帝永平十年 去历情高僧过来了 所以这个士愿有市场 士愿有土地有山林 田地租给农夫去种植 士愿收租 因此出家人的生活非常安定 生安道容 即使这个士愿住几百人 几千人 生活都相当安定 他们才能专心修道 我们看看现代的台湾 少数几十年 几百年以前的古道场 有产业 这种道场现在几乎没有了 新建的道场 当然更不必说 没有恒惨的话 那士愿的经济要靠信徒 士愿没有固定的收入 所以法会经参佛事很多 诸位想想 这些事必定耽误修学 如果士愿经济制度不健全 对于修学会产生很大的妨碍 这就是法轮未转 十轮先的道理 我们看到真修的团体 我们要护持的话 是让他生活安定 当然老和尚讲的这一段 还有一些不同的 这些讲经英语里面也有提 包含黄令族 老居士说 比方说有人到美国去弘法 结果弘法弘法 开大车了 住大房了 有些出家人我要还俗了 那这一段又是另外一个角度 你不要护持修行人 护持到他的道都没有了 都跑去享受了 这个叫过了 过由不及 护持一个人修道 过了 他退道心了 不及了 他修道不安定了 生活不安定 修道不安定了 你看这个一个是过了 一个是不及了 所以都要用智慧去护持 所以这个 事中 中道就是用真心 护持修道人是这样 你护持家里的人 护持朋友都是一样的道理 都要防止过根不及 那对于我们来讲 像成德之急 因为听老师上讲 三种不失 那这个是真理 因果丝毫不爽 所以只要我们不断在做 财师法师 无畏不失 你就不用担心生活 欲知将来结果 只问现在功夫 没有离开英国 所以修道的人要深信英国 不应该有未来烦恼 人一般都是担忧未来 当然也不能有过去烦恼 为什么过去的事 还常常在心里面 放不下 不甘心 有不甘心 就是不信英国 信英国哪有不甘心 信英国会觉得 本来不甘心的心 变得 幸好早一点还 早一点还 幸好没有 我临终的时候来给我讨债 无债一身轻 你不只不会懊恼 你反而身心轻松了 所以都是我们自己不信英国 自己的念头有执着 才生烦恼 你一转念 烦恼就是菩提了 而老儿上给我们表演 你只要讲经不中断 这个道场就兴旺了 为什么 大众受利益了 他受利益 他当然会支持 好 经营一个团体道场 有福报的时候 又是另外一个考题出现了 所以修行人的警觉性要很高 我们当时候在炉江 各地的这些长辈们很关爱 所以当时候在炉江 全国各地的好东西都吃得到 什么烟台的苹果 大连的樱桃 这个都是各地民产 在炉江都能吃到 那也是一种考验 我记得有一次 我们同仁说了 哎呀 这个东西那么多了 怎么还寄来 我突然有点警觉 我说 这个都是各地人家的真心 我们不能起这个念头 你要接受到人家的真心 顺境淘汰人 你看你有福报的时候 你心念不知不觉 贪 偏 不知道 逆境磨炼人 有一餐 没一餐的时候 道心坚固 顺境淘汰人 顺境是温水煮青蛙 好 所以你看每一个道理 你在不同的角色 你都要有一些深入的思考 你是护法 或者你是被护持的人 这个角色不同 思考的点也不一样 学东西不能只看一个点 一个线 要看立体的 全面的 这也是一种习惯 容易较真的人 他可能就是看一个点 看一个线 好 我们常说要有全局观 你在团体里面有可能 你觉得是好事 然后很积极去做 没有跟领导汇报 所以我们刚刚说 你做君或臣 都要有你要守的一些态度 比方说 你为臣 你不能擅自做主 你要汇报 要请示 你当领导了 不用汇报 可是你要商量 你都自己做决定了 那底下的人的力量 你就用不上了 商量才是领导 你把所有人的智慧 人生阅历都调动起来了 及时广义 比方说 你办一个活动 分好几个组 你在小组里面 我刚好有一个组员 生日了 办个庆生 结果你也没跟领导讲 那有四五个组 可能他们也有人 生日 那你一办 人家 怎么他们比较好 我们都没有 那你只考虑到你那个组 你没考虑全面 那你假如上报了 有可能就会有一些调整 我们一起办一个 那这样就做起事 就更周详 不能只是站自己的角度 要懂得 要请示汇报一下 好 那这个群述制药里面 君臣讲得非常多 包含太上感应篇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这个贬阵排弦 包含这个 这个 清灭天明 老乱国阵 赏集非议 行集无辜 全部都是 当领导的问题 或者当陈子的情况 因为你出了社会了 君臣关系是很关键的 你君臣关系没有经营好 人心不会安定的 这流动率会很高 我们现在因为有老儿上的福报 照着了 流动率很高 算了 想做义工的人还很多了 那就麻烦了 那就照业了 人家离开了 可能都造成对 传统文化 对老儿上信心的影响 这是我们弟子的过失 你假如把老儿上 教的 做出来 团地向心力越来越强 怎么会流动率那么高 所以当领导一定要记住 谣顺与汤 沉传下来的心法 万方有罪 罪在正宫 正宫有罪 无以万方 正是天子自己的自称 我的过失 不能推给百姓 百姓有过 都有我的责任 就像这个姚弟 刚好在外巡视 看到犯罪的人 是我没把他教好 看到饥饿的人 是我没有得 收藏才不好 万方有罪 罪在正宫 我们有时候团体里面 比方说有一个干部 出了情况 大家都在批评 不妥当 首先第一个 这是团体 用他 用他 也有要互念他的责任 他出了问题了 你就是一味指责他 他开始有偏的时候 为什么上面的领导 没有提醒他 同事之间 也要互相互念 这个都是五人关系里面 教导的 我们看下一段 西方极乐世界 大概阿弥陀佛 参观考察 十方诸佛擦土 修行人 都有这样的忧虑 所以他对于 物质生活的供养 设想得非常周到 我们这四十八页学下来 应该体会最深的 就是要学 阿弥陀佛的心 学阿弥陀佛 怎么考虑事情 你看一开始 每个人长相都一样 子摩金真金色身 三十二耸大上浮相 这考虑做到 不然到了极乐世界 看看旁边这个人 他长得比我庄严 就深烦恼了 这里又是 这一个愿又是阿弥陀佛的考虑 可能十方诸佛很多修道的人 都要担心吃穿的问题 所以对于这个物质生活的供养 设想非常周到 修行人所需要的饮食衣服 种种共聚 就是物质生活 所需要的一切 随意极致 他起念头就到了 都具足 这是助道之源 殊胜 没有欠缺 衣食 物质都不缺乏 无不圆满 你所需要的东西 西方极乐世界 都有 随念现前 失一得一 失死得死 也许有同学 看到这段经文 就产生疑问 老和尚常常 能体会到 听众的状态 自己设问 因为老和尚常讲 今天可能一个摄影博 自己 谁问 然后谁打 自问自打 西方极乐世界 还有饮食吗 饮食是五欲之一 才设名十岁 有五欲 那就还比不上 色界天 这个天界 有二十八成 欲界六成 色界十八成 无色界是四成 那欲界呢 就是这个五欲 还有 我们修行人 欲一定要越来越淡 要记住 还是中述之道 言语利己 自己要越来越淡 能体谅别人的欲望 这个心不能用错了 不然就颠倒了 言语利人 你们不能享受五欲 然后自己大吃大喝 那没人福祭了 你体谅人家有欲望 然后你自己很寡欲 人家看着感动 他善根出来了 他就会效法 不是强迫人家的 那财色明十岁 地狱五条根 我记得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 我的脑海里就浮现了五条绳子 绑在这里 还有绑在四肢 想一想 一条就可以扯到地狱去了 我好像五条都有 那就必死无疑了 赶快解套了 赶快要把这个五欲 慢慢慢慢放下 能不断减少就很可贵 千万不能增加了 这个就背道而耻了 那西方极乐世界 假如还要饮食 那有什么殊胜之处呢 好在经文后面 释迦牟尼佛有详细的说明 饮食的需要 大概是刚刚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还没几天 还没几天的众神 因为他有这个习气 只要这个念头一动 饭菜就摆在面前 他们见到闻到 然后又想到 我现在已是菩萨 不需要了 他这个念头 不需要了 一起来 立刻就没有了 这是欲界众生 出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习气未断 还有这些事情 所以实在讲 到极乐世界 决定是不需要这些物质 的享用了 我们这个世间 出禅天人 就不需要饮食 这色界天 欲他扶住了 不需要 所以禅乐为食 我们现在心乐清净 吃的东西就会少了 当然你要分辨清楚 是心乐清净吃的少 还是脾胃出了问题 这个还是要判断清楚 你假如脾胃出问题 你会越来越瘦 哇 要赶快去找个好医生来看 调整调整 所以色界天 禅乐为始 何况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这就说明 你的习气带到那边 只要一起念 自然就都能现象 所以那个世界也是心想事成 所以何况其他 我们心中所需求的 哪有不现前的道理 你看无量寿经文 手中藏出无尽之宝 庄严之具 一切所需 最上之物 确实是心想事成 那十方诸佛 应念受其供养 这是第三十八愿 说到十方 就是普共 这个普字 无量寿经 第二品 得尊普贤 普贤菩萨 有个普字 十大愿王 第一就是 礼敬诸佛 你看 广修供养 他这个供养 供养是什么 普遍的 没有分别的 普共的 我们在这个世界 遇佛不容易 别说遇到佛 遇到罗汉 在今天 甚至于是遇到一位 真正修道的人 都非常稀有 都很难得 所谓可遇 不可求 哪里能供养到真佛 到西方极的世界 每个人都有能力 都有机会 普共十方诸佛 一尊佛 都不会漏掉 我这样常提 供佛修福报 那能骗共 十方一切诸佛 那这个福报增长 那是不可思议的 那成佛是福会圆满 所以到极乐世界 福会提升的速度 那是全宇宙最快的一个国土 难怪普贤菩萨还要劝 华藏世界 四十一位法僧大师 求生净土 假如在华藏世界 成佛就很快 没有输给极乐世界 那还跑一趟 不是多此一举吗 那佛菩萨不会 让人白忙一趟 而且普贤菩萨说 愿我灵欲命中始 净除一切诸障碍 面见彼佛阿弥陀 即得往生安乐差 所以普贤菩萨是说婆出主 他求生极乐世界 慧远大师是我们中国的出主 接着我既往生彼国以 现前成就此大愿 普贤菩萨的十大愿 是往求生净土之后圆满 那我们看往生之后的利益 能普共诸佛 修福 那佛接受你的构养 佛一定会给你说法 像我们出家人 接受人家供养一餐饭 我个人觉得 假如没有讲佛法 会消化不良 不能白受人家供养 所以佛一定会说法 说法就修慧了 十方诸佛跟你说法 那这个智慧增长 也是不可思议的 所以供佛 当然会闻佛说法 这是一定的道理 刚刚提到 现在佛灭度了 你在这个时代要共真佛 不容易 当然 佛在大吉经有说 事若无佛 世间没有佛 善事父母 这个善字就是很用心 来 侍奉自己的父母 佛讲了 侍父母 即是侍佛 你很用心侍奉父母的功德 跟侍奉佛 是平等的 所以这个父母 爷爷奶奶 外公外婆 是我们修福的大福田 跟供佛的功德 平等 福田靠心根 而学佛的人 四大菩萨表修德 我们再把对父母老师的孝敬 延伸到对一切众生 这就是观音菩萨了 一切男子是我父 一切女人是我母 用这样的心 那就是行菩萨道了 那这个真的 跟普贤行也是很相应 礼敬诸佛 一切人都是佛 这个心 功德无量 这个是菩萨的顶法 菩萨不修普贤行 不能圆成佛道 那我们现在就要修普贤行 因为极乐世界是普贤 菩萨的法界 我们要频率要接上 假如我们的心形 跟普贤 实愿相违背 那去不了了 因为背道而止怎么去得了 所以我们现在 要把普贤实愿 变成我们的生活工作 主是带人接物 老和尚讲到了 共佛必然得到佛的加持 实在讲 佛为我们说法 佛护念我们 佛给我们说法 老和尚给我们说法 就是加持 而且我们念念不忘佛 不忘老和尚的教导 他们的加持 时时刻刻都在 你真正照着做就能感觉到了 所以密中三种根本 我们刚刚说的 事业的根本是护法 成就的根本是本尊 加持的根本是上师 我们出家人受菩萨戒 我们的德界和尚是释迦佛 所以不忘他老人家的教诲 他时时就在加持 我现在讲 跟大家分享 都觉得头皮有点发麻 当然你们不要听我这段话 都在那里 头皮怎么还不发麻 不可以这样 这是很自然的 哪怕你真的麻了 你也不能执着 任何境界不执着 都是好境界 但是我们有感觉到 增长我们的信心 但是不能着想 你看一打开教诲就加持 一思维教诲就加持 感应不可思议 你看黄念祖老居士 受到当时候 这个蔡元培先生说 用美誉代替宗教一些说法 包含看到一些 修了很多年 可是好像名利星 没有比较淡 影响了黄老 毕竟当时候他才十多岁 一二十岁 影响了就没看佛书了 刚好考试完了 课业告一段落 刚好身边有金刚经 拿开来堵 黄老说的 振振清凉 从头到足 这个就是感应到佛菩萨的加持 所以我们不忘老和尚加持 的教诲随时在加持我们 不能跟老和尚搞情子 老和尚远急了 浊了相 老和尚离开了 很伤心 不能用感情 跟善知识学习 情子深重 求出轮回 终不能得 佛法师让我们学智慧 学理智 不可以换对象 而且 老和尚回极的世界 现在是法身 骗一切处 众身有感 佛菩萨就有应了 或者是自己功德圆满 深深显示 身佛不恶 感应到交 你看佛菩萨 他成就了 法身 就像观音菩萨可以 千处祈求 千处应 他已经一体了 一体就不饿了 一体 你左边的手不舒服了 右边就会拿高药来贴了 一体 感应到交 供佛呢 一定会念佛 念佛是因 成佛是果 佛一定设受 你看这个阿弥陀经里面说 一切诸佛所互念经 所以念这一句阿弥陀佛 一切诸佛都念到了 一切诸佛都加持 所以遇到这个法门 老大上比喻 中了佛门第一特奖 如是妙法性听闻 阴长念佛而生喜 我看你们都没有笑 生喜的都没有喜的感觉 应该我们讨论到哪 这个心应该就 跟讨论的相应 我都笑了 你们都没有笑 这还是我的问题 所以佛一定设受 所以大臣经上常说 顿修顿正 因果同死 这个又是在赞叹 这个法门的殊胜 这个法门是他力派 有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 他力的加持 而且果教门 从果起修 集修集果 我们复习一下 就不再开解了 黄念老说的 直接吃馒头 是吧 一般法门 你要修英德国 你还要选种子 你还要种麦子 然后几个月之后收割 这些程序都要有 净净法门 直接吃馒头 诸位忍者 你们最近馒头吃得好不好 馒头吃得如何 所以愿文明白的告诉我们 十方诸佛 应念受其供养 这是修学第一殊胜的因缘 若不是弥陀宏愿的加持 我们怎么能做得到 我们从凡夫以下可以 供十方一切诸佛 十方世界菩萨声闻 看在眼中 实在是羡慕到了极处 他们做不到 极乐世界的菩萨能做到 显示出极乐无比的殊胜 这两院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们最后念回向文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侍从恩 夏季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稀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阿弥陀佛 谢谢大家